坐车来到这个条颈岭地铁站 第一时间去买一瓶水 来到条颈岭港铁站 跟着这里走过去 这里就是条颈岭巴士站 这边就是枝砖寒院 我们就向着走 今天走哪里呢 今天就去这个五桂山 就打算拍日落 因为呢 上次自己一个人走五桂山 就发现个位置拍日落很棒 是彩明商场这个位置转进去 这条呢就叫彩明街 由彩明商场位置的这里转上去 今天天气不错 日落应该会挺漂亮 这里就是都会杂了 那我们经过都会杂这里呢 继续向前走 那我计过这段路呢 就由这个条颈岭地铁站 上去五桂山呢 是最短的 因为今天背了很多器材上来 所以就选一条短一点的路 快点上去 大约走九个字左右 希望可以准时五点半前到 因为日落是六点零五分 希望可以准时到 这边就是舍明村 那我们在前面的回船处 过马路 那这里呢 那些车是少一点的 那过马路要小心一点 看到没有车才过 因为这里呢 就没有斑马线过在对面的 在回船处 那我们在这里过去 那我看清楚有没有车 这条呢就叫脆嶺路 那这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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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去呢 就是条颈岭配水库的楼梯 那现在在这里上去 上面了 那一月开始呢 就开始有点秋意 那就是凉凉的 那走上来就不太辛苦 那还挺大风 今天 这些楼梯呢 沿着呢 都有一些地方去休息一下 这些一个梯户 再有一些短路很短 不过再百分之二 那继续上了 来到分差路 那边呢 就是去这个 茅湖山的 那我们就向 左那边行 去五桂山那方向 那里呢 那这条路呢 那还属于 保立南路的分路 那一直伸延到这儿 还未上山位 前面正式是上五桂山的入口 即是登山位 很厉害 现在正式登山了 沿途上山就看到张金鹿 即是刚才我们经过的都会闸闸那边 而且刚才我们都经过 一条颈领配水库 下面就是了 云层不是太多 可能今晚日落的时候会多些云 现在都可以的 现在很漂亮 有些耶稣钢 再上高点看看有没有更漂亮的景 因为打了一个标 它的标就展示了 有160 心跳 再这样上去就不一样的 继续上去 有些风险 所以先休息一下 先喝一口水 现在显示的心跳就是118 刚刚刚上来的时候 看到165 差不多到170 那么夸张 有时看回这些心跳 这些标其实都挺好 就知道自己的附和去到哪里 可以知道有个警惕自己走走 现在就转入泥路 这些标志 很高 这些标准 这些标准 也是很高 这些标准 来看看 原来也有个 搭出来的凉顶位 平时也有些纯淡奶在这里抖凉 出去看看有没有美好的拍照 来看看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不错 有个石 这个位置不错 不过这棵树遮了大部分的景 所以就一般 虽然这里的位置不错 但是有树遮住 我打算上一点 上一点 这个位置不错 继续找位置 这里有条路出去的 看看 这位置不错 因为这里的树太高了 也是 景色漂亮 但是树太高了 就阻碍了 这个位置阻碍了 前面的前景 没有了前景 所以拍出来的东西不错 那就要找另外一些位置 在这边上山坡 前面那里没有什么树 因为去年应该有长山坡 烧了很多树 那些树烧到光脱脱了 这个位置 再在这边走出去看看 下面有个平台 有些椅坐的 照计就拍照一楼 但是树太高 遮探了前面那些屋的前景 没有了屋的前景 就会差一点 看到上面 那个山顶 不过我们不到山顶 因为山顶 遮光了 根本就没有地方 看到这个景 那试试在这里走进去 这些树 就是 上个两年 烧到这样的了 还未生得回 这个景还可以 前面有些流景 看到一只楼 刚刚日落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我们现在在这里设置 就刚刚才拍完整个围缸了 还有些前景 有些屋的前景 有些屋的前景 加上有少少少耶稣缸 就应该很正 这个位置 好了 现在就设置 今天带了一支 Y镜 这支是映日落的 还有一支就是 长焦 日光 曝光补偿 就减少少曝光补偿 等太阳出少少 Timeslap 就是在这里做的 用4K拍摄 好 我们下期待 别设定 我们下期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点冷,再衣服 走,现在走吧 这边有点凉爽,有点凉的感觉 这边将军澳,这些楼都穿光灯了 现在大约6点半,太阳是6点08分下山 现在差不多黑齐了,有点微光 刚刚看到少许 刚刚光线,刚刚看到少许 再晚一点,应该就难看了 要快点走这些泥路 摸黑落山之后,现在下回船处 今天完成今天的拍摄工作 现在走到地铁站坐车走了 好了,多谢大家,下次再见,拜拜